好像真的是大巨蛋耶 這是夢想當中的一個畫面 很感動的感覺 真的 就從小看棒球 這樣子吹風下雨的 到時候你因為怕影響 你就不要去玩了嘛 呵呵呵 不然你接不到 你又要怪隔壯 哈哈哈哈 鍋裡劍不是總教練耶 我就是棒打鍋裡劍 今天搶什麼 厲害啦各位 大巨蛋開箱了 全國的棒球迷 因應期盼的大巨蛋 他今天終於開啟 讓觀眾朋友呢 可以進場 他們今天是打的是預備賽 啊我們看的是預備洗啊 聽說在預購的時候呢 一萬多張票 秒殺 90秒 我也有去搶耶 但我沒搶到 還好我有專業的朋友 幫我搶到 那今天終於要踏進去了 已經等很久了 外觀呢 蓋得非常漂亮 然後我也最期待的是那些 shopping mall啦 電影城 趕快開啟這樣 一個生活圈 終於可以走路來看棒球 對 而且 如果我今天達成這個夢想之後 我下一個夢想就是 我要走路來打棒球 很期待 我們明天大可以進來打好嗎 你有沒有最期待看到大巨蛋裡面 應該要有些什麼 還是你的期盼是什麼 我期待裡面有酒可以喝 今天一定沒有啦 其實我覺得最新鮮的就是 下雨天的時候就不用再帶雨傘 反帶雨劇了 真的 這個真的 對於我們看球了 感覺比較貼心 窩心一點的感覺 今天就進去看一下 裡面大概長怎麼樣 座位好不好做 視野怎麼樣 還有 大家都在批評了 那個大螢幕到底有多小 好 我們看看 欸 我要踏進去了 咧 這路口看起來很漂亮耶 對啊 這樣看起來很漂亮 跟真的一樣耶 好像真的是大巨蛋耶 這是夢想當中的一個畫面 哇 進來了 剛剛我們一開始開場的時候呢 是在光復跟忠孝交叉口 可是我們沿路一直走 往這個板級百貨這邊走 然後這邊有個地下室也是一個路口 那我現在就進來這個位置 來看一下Gate 4進來是什麼 視野 這裡是一壘廁 本後一壘廁的位置 真的很漂亮耶 有冷氣耶 真的有耶 很舒服耶 有點感動的感覺 真的 就從小看棒球這樣子 吹風下雨的 曬太陽的 就對棒球迷來講 對球員來講也好 好像有一個窩一樣 真的 很開心這樣 我這個攝影師啊 我來講一下好了 因為你的小時候是在那個 台北市立棒球場當公讀生 球筒 對 當年我是在看球 然後龍象大戰冠軍賽 然後好伯春來現場 然後全場喊著我們要巨蛋 他說好 然後就32年了 然後現在我們終於有巨蛋了 小孩都生出來了 對 小孩都長大了 他們很貼心 跟東京巨蛋一樣對不對 對 都有一個殘障席的一個區塊 我去東京巨蛋過 還有金池巨蛋 還有明古屋巨蛋 他們都會有一個這種 呃 特別的席位 我覺得這很貼心 這很棒 廁所很重要 特別是對女性朋友 他們來這個公車的話 要尋求的是乾淨整齊 那女車我就進不了了 我來男車看看 就是 就小便斗很多個 很多個 就是如果再多的觀眾朋友都不怕 但是我覺得缺點是什麼 沒有電視 通常都會要看直播 但尿尿的時候要看直播啊 對 這個就沒有 只要改一下改一下 嗯 欸 走到蠻寬的 超寬的 這一個 呃 樓層也夠高 像新莊球場 是不是就會擋住視線對不對 坐在後面 但是這裡完全不會 視野是OK的 很棒 欸 你隊友耶 然後這邊的話 今天會有很多人來開箱 會有很多Youtuber 你看 這樣就遇到了 抱子腿他也在現場 對 昨天不是還在日本嗎 對啊 在東京巨彈啊 啊 馬上就回來開箱 對 台北巨彈了 對對對 我 帶我的私人飛機 趕快飛回來 很敢說欸 你會有私人飛機 剛剛才東京巨彈嘛 啊 感覺我們會輸人家很多嗎 其實還好 還好吧 其實我覺得沒有輸很多 還好吧 因為畢竟 他已經是35年前的東西 對對對 我們比較新耶 我們這個新的呢 對啊 那我們來看 很多人說外野手接高飛球 上面的隔網 會有影響 你覺得你這樣看有影響嗎 對 其實因為他是隔狀的 對 那我們在東京巨彈看到的是 他是整片的 整片的整片的 隔狀的喔 球打上去其實對外野手的眼睛 他會比較眼花撩亂 真的嗎 還是我們的公益賽 你能不能辦在這裡 就是要辦這裡 我就是在想說要辦這裡啊 對 然後你的話 到時候你因為怕影響 你就不要去玩了嘛 呵呵呵 不然你接不到 你又要怪隔狀 呵呵呵 期待我們明天賽來打 你就可以表現給大家看了 對我們再跟賢志哥說一下 好 還有沒有辦法 謝謝你 謝謝謝謝 現在到底只是拍你來拍我的啊 你都用啊 都拍喔 欸 人工草皮耶 跟天母球場一樣 其實因為看起來比較細耶 踩起來會更舒服 等我踩進去我再跟你說 好我也會跟你說 不用你跟我說 很漂亮耶 因為全新的關係很漂亮 然後整個護網也都有 這邊的這個叫什麼 女兒牆 女兒牆 柵欄 有都有護墊啊 護墊 你知道嗎這個位置 在東京巨蛋或者是金池巨蛋來講的話 是一個特別的席位耶 它等於是在球場裡面的感覺 對對對 但是它我們的台北巨蛋 是跟整個觀眾群包在一塊 我來坐坐看坐下來 會不會擋到視線 OK可以 喔可以很好耶 OK耶 我覺得視野很棒耶 我跟你講這個在金池巨蛋 那個大阪那一個有沒有 嗯 這一張票價是3000塊 喔 如果是這裡的話 那我不曉得未來台北巨蛋是多少錢 這樣 OK 欸這個座位距離蠻寬的喔 真的耶 如果東京巨蛋的話很窄耶 對東京也算窄 太窄了 而且這很寬耶 好像看電影電影院這樣 而且貼心還有杯架 杯架有 杯架有 然後再來是我覺得它座位 洗很可惜 目前看到的 它都沒有一些特殊的席位 比如說他們日本會有一些 包廂席 或有桌子的 家庭席 親子席 它整個包起來 這一家人來看起來會舒服 啊你票價高一點沒關係啊 但我們現在看到 不管是一樓二樓三樓四樓 除了VIP室以外啦 位置都是一樣的 這個我覺得要稍微想一下 我覺得通常這可能是球團後來 如果進度之後 要改建喔 對對對 應該一開始可能就是想你 可能要自己裝潢的概念 也是啦也是 大螢幕 那個大螢幕 其實不小耶 真的其實現場看不小 其實現場看它沒有說 大家批評的說很滿好小好小 我覺得可以耶 然後有上螢幕 這個幫大家各個角度都照顧到 好 位置大 然後呢 字眼很好 舒服 有冷氣 對有冷氣 哈哈哈哈 這裡現在的位置 是在這個 內野跟外野一個交界處 然後呢 它的三壘車的 後面這個區塊呢 整個就是斜坡上來的一個座位席 所以呢 坐在後面的朋友呢 他的視野觀看是非常好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這邊的一個 圍牆有沒有 它是筆直的 像樂天球場呢 它是硬做突出來的 對那個看著我還要跑出去 外野手 看不到本壘的 那這個是看得到的 OK的 那當然喔 那我們也要來問一下一些球迷朋友 然後看看說 他們對於這個 新的球場 他的感想是什麼 好嗎 我是球迷 你不是 你不是得獎的 金鐘 可以球龍總冠軍 我是老球迷好不好 小時候在看職棒元年的時候 黃大洲就已經成 黃大洲 你們知道嗎 黃大洲 對就承諾說要蓋巨蛋 三十多年喔 你有在現場嗎 我沒有在現場 但報紙會寫嘛 對不對 沒有人 總算落成 真的耶 郭里劍夫是總教練耶 你知道嗎 民視綜藝新時代的第一集 我就是棒打郭里劍夫 來播給大家看 到底阿翔有沒有辦法舉出一個 飛躍紅土雞的安打 飛球抗土雞 好耶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區塊喔 一共是三個出口 今天只開放三個出口 二三四 然後更正好就是本壘後方 跟靠近一壘側跟三壘側 然後呢現在這邊呢 這邊應該上去就是 類似接近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松煙 松煙 這是目前在本壘後方的這個區塊 今天的這個體驗喔 感覺是非常 其實非常舒服的 走道也非常的寬敞 那像現在這樣子的一個 整個位置 我相信待會等一下出場喔 離場的時候 一兩萬人 要離開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 應該是不太得太大 應該是OK啦 但是當然 不要有一些什麼意外發生 都很OK啦 不然大家可能急急忙忙 匆忙就危險嘛 我覺得他的走道也算寬敞 所以其實舒散應該是很OK 目前看起來是OK 但是這只是我們目前肉眼看而已 那事實上怎麼樣 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那今天就是跟大家來開箱 整個台北大巨蛋 終於啦 棒球迷未來 要看球賽的話 就有一個巨蛋可以來欣賞 今天影片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突然發現一個問題 這裡好像沒有吸煙室 雖然吸煙對身體不好 但是我覺得 還是要為他們稍微設想一下 會比較好 如果亂抽還不是影響到大家 對對對 問一下有沒有吸煙室喔 好好好 我來去問問看 你順便幫我問一下 有沒有貴賓室啊 貴賓室 好我等一下去找會長 那我處理一下 今天下層門